各种七句用品的英文单字跟例句 像这集第15集这些字 Cellepheme 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常用 讲中文大家都知道 可是英文怎么讲不知道 Cellepheme 这以前 现在已经不这样子讲了 但有时候你看到以前人写的 还是出现这种字 这是什么电话 Concrete Central Central Heating Ceramics Chair Chalks Chalkboard 我们看一下英文句子 用英文句子来学一下这些意思 She wrapped meat in cellophane She used a cellophane to call her husband from the beach Concrete Contrete is a mixture of cement sand water in very small stones She's a telephone operator at local Central Have you thought on installing your own central heating system There is an exhibition of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t keeps it dark in the chain. Someone has been sitting in my chair. Free road on the wall with colored trucks. He rode a few wheels on the truck board. Cellepin is used in the air with the power of the air. Cellepin is used in a foreign language. Cellepin is used in an ancient language. There are many Korean languages, but they are used in the art. There are many Korean languages. Cellepin is used in a foreign language. 来报Cellium 他用这个什么电话 从海边海滩 打给他老公 就是行动电话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讲 行动电话 讲这个智慧电话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Cellular phone 就是电池电话 Cellular 本来是细胞的意思 但是像cell是细胞 但是cell有好几个意思 也可以当电池 也可以当一小间房间 像那个监狱 或者小的祈祷室 这有好几个意思 这边就是 不是细胞的电话 是干电池的电话 那现在已经不用了 现在也不用干电池的电话 所以又叫cell phone cell phone也可以 最早讲cell phone 现在也不用了 甚至叫cell phone 智慧型手机 Cellular 这形容词 就是很确定的 很具体的 或者老外甥人讲的很结困 这个很结困 很确实的 不容怀疑的 那这边现在是名词 水泥 所以也可以当行用词 也可以当水泥 它是一个混合物 什么混合物 是水泥 还混什么 混沙子 还混什么 还有水 水泥嘛 水跟泥嘛 水跟泥 还有沙子 还有一些小石头 组合成混泥土 再加一个钢筋的话 叫钢筋混泥土 所以以前都专造的房子不老 然后就混泥土 老一点 它的账力比较强 比较紧密 后来不行 要加钢筋 钢筋混泥土 那后来就觉得还不够先进 叫做钢购 完全是钢板一块一块的 钢购 建筑慢慢的 所以现在都要抗 以前那个地震 也没有什么抗几级 然后要抗五级 抗六级 现在要可能抗到七级以上的地震 当八九级的话 那就是没办法 它是一个电话的接线 接线线 当然现在也不要了 叫做电脑化了 再一个Local Central Central就是本来是中间的形容词 中央的 中间的 它也可以叫它名字 叫电话总机 一个地方电话的总机 它当接线源 你有没有考虑到 Installion去装一个 你自己的叫做空调系统 当然这字面上是暖气系统 中央暖气系统 外国嘛 有时候你到德国去 奇怪的没有卖冷气 有些要汽车也没冷气 那边基本上都非常寒冷 那说夏天 夏天就要很舒爽啊 抽一点点汗 很舒服啊 所以欧洲人喜欢日光浴 你说晒太阳 不是我们亚洲 太阳晒来不够热时 那你亚洲是比较亚热带 甚至热带的地方 欧洲人有的像到英国 那么太阳 出太阳就好高兴啊 气候又寒冷啊 是这样的 所以装暖气是一样 他们冬天没暖气不行了 过不下去了 夏天嘛 稍微就算28、9度啊 这个甚至30度好了 哎呦这个不错啊 很暖和啊 很好啊 所以不一样啊 所以有时候你看外国 一到我们这边 我们才20度左右啊 大家要穿一点 厚一点衣服 外国穿个短袖 你说为什么穿的 好舒服啊 我们人都要闪了 20度啊 这个太温暖了 太好了 穿短袖很舒服 然后就有一个展览 什么展览 什么展览 什么叫淘气 淘气瓷气啊 当然也有把淘瓷气 综合在一起 但一般比较是用淘气啊 淘气粗一点 表面粗糙一点啊 加个S 这个淘气类的东西啊 在一个博物馆 现代艺术啊 博物馆的一个展览啊 我们叫淘气啊 淘气不是那个万一的淘气啊 所以这个字 一般也不知道啊 瓷气 瓷气 就是China 就是中国 但是要消息啊 日本的消息 就是七气啊 这个English 大小学都可以啊 除了英文啊 英国的英格兰的以外啊 也可以是把那个球啊 把打曲球转弯啊 土耳其就是小写特的就是火鸡嘛 大小就是土耳其嘛 所以土耳其是要改光明 叫火鸡不好听啊 但是还有狗啊 把他那个固定住啊 用铁链啊 钻住 让他不要乱跑 Keep就是保持原状啊 有一个人啊 坐在我的椅子上 当然这个送分题啊 很简单 椅子啊 Chair 当然英文啊 讲桌子椅子啊 各种桌子 各种椅子多了去了 他在墙壁上写什么啊 用这个彩色的粉笔啊 用彩色的粉笔在墙上写字啊 那粉笔的版呢 我们叫黑版啊 他写了一些字在黑版啊 所以黑版 一般讲blackboard 当然很多黑版不是黑色 早期都是黑色 后来觉得黑色 我起码黑不好看 所以后来有很多是绿色啊 绿色 看到绿色比较舒服一点 粉笔一看都白的嘛 然后后来觉得 这个切符的变化 有做黄的啦 红的啦 绿的 粉笔啊 前面这是 彩色的粉笔啊 然后这个是 这个黑版啊 这集讲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